《雅各书》第一章 第三节 因为 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事业 就身引来 有牧师想问 当我们进入腐足安稳的时候 磨练和挑战都少了 如果计算永恒奖商当中 是否我们过去经历的累积很重要 例如我们教会遇到的难题 千年重、湘水、北上大旅行等 是否我们过往的种种经过磨练的累积 那种的掌赏是最大的 我们是否因为这种累积 使我们到今时今日 虽然我们的挑战磨练少了 仍然能够再加上去 其实 你要看到神所比关于性格 你要先理解那个性质 就是性格的奖励 和我们拥有神的性格 是有两种最大的范畴的 第一是身 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性格 现在你才有 这是身 第二是难 你做到多深入 你做到多出血 所以一定是身和难 一定是 所以在以前来说 我们在军府的时候 其实是身和难都有 当然身就是我带领你们 而难度更加在水深火热当中 但有个问题就是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所看到的 在性格发展 在同一件事当中 我能够发展大约十个新性格 平衡道 就一个都发展不到 或者半个 但是那半个有难度 因为难度在这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当中 我才会有这么多枝多彩 因为我发展了很多新性格 多得很重要 我利用每一个难处 因为我是负责找出路的人 所以就等于你们去听一个医学的研究 但只是在题目上 你们听到一个 我最少研究了超过十个 就算我教你们那个 Benny就知道 我们有时候半年 一年或几年 研究完才会在台上 说给你们听几个小时 但我们在讲几年的研究 包括实验 买材料 去看书籍 那些 所以换句话说 在你们来说 在经过过程当中 真正发展新的性格 新的动向 新的方向 主要是拜领那个 我摸索的 但在我摸索的这个性格 我会发展十个性格 下面的包括特律家 能够发展到一个新的性格 已经很好 你错失了最少九个 在十个性格当中 你错失了九个 但是难度 你发展过一个神 真的有难度 因为你听了奥华说 你做了这个 原来研究了这么多年的 这一件事 做不做足一件事 是否会设计 这些 已经看到了 这么多年之后 我就在做设计 那边连自己用也不用 这样的教会 所以你们在难度上 是有的 因为每一样都有难度 但是新的 大家都知道 我有十个的时候 你们只有一个 所以在以前的困境的时候 你们要用到那种难度 但是在新的发展性格 真的很缺乏 因为你们不是做带领 你不是找出路的人 你不需要像别人去探路 那种戚猴 他一定是要这样做 我就做这个 基本上你想想 你认识的医学 你认识的科学 你认识的所有的真理 你认识真理的执行 你认识的聚会带领的方式 谁教你 谁会摸索 摸索 给到你一个的时候 我研究最少十个 所以在过程中 在困境的时候 你们其实是难度有 但是在摸索新性格上不足 因为简单 为何你们只有一个 因为你们信服 就是这样的 你们信服 只要跟着 但是 信服只是其中的性格 所以每一次新的带领当中 如果那个人只用回信服 那不算是新性格 假设来说 每一个 每十个我的新性格 你们会有一个 但是在未来的日子 为什么要讲解给你们 就是你们就可以 overcome 一样东西 难道就没有了 因为附足 上当年 但是新有个问题 那 为什么你们以前 没有新性格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原因就是 你们不知道 并且下意识 没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你们 香港人来说 容易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算了 但是 现在我们将要有一个 新的冒险 新的突破 新的躍进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AI都已经是新的 里面有牵涉很多 很多东西 的交割 等于 刺因 他们就知道 司好组 你们没有进去之前 就是个个骂 就是 骂到他面轻 就是 因为新 新 所以就有交割 就是说 给个例子 我不会因为每个礼拜 我们每次聚餐 去骂你们 不会的 聚餐 不会说 你算不行 不会的 但是就会因为 是少祖会话 因为 为什么新 他们就有机会 在新的东西 发展新的性格 动用新的性格 雅各书第一章 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走生人类 声音录音 涵 寒痛雪上 未子错相 熱恶心信 铃框枪 朝向理想 答往志向 越过山岳 沾成长 仍然冲上 情高尚 另个心曲就响 投靠我主 言阵痴非词 前往永生路迈向 持着新光增 何年旅歌唱 沾阳神殿增 现身心情莫增 清晨